进行适当的双打防守练习 在防守过程中通过两人的默契配合 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封锁线 将成为在赛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我们前面介绍了双打的进攻 那么在这一集我们介绍双打的防守 双打的防守在站位上我们前面已经做过介绍 相应的就是同伴两个人是平行的站 奔左右半期 那么应用我们前面进行的教学里面所说到的 挡挽抽挡以及勾对角挑球进行组织球路 以得到转换防守转换到进攻的机会 那么下面我们要演示的是防守队员 在我这一边的防守队员 他们在场上的练习方法 那么可能有些朋友问 防守有没有以谁为主 两个人中谁是组织者 应该说还是有的 那么怎么说呢 怎么气氛呢 就是你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相对的组织能力 控球能力比较强 基本技术比较娴熟的人 他应该是起着一个主导的位置 这是一 第二 由这位主导位置的球员相对的控制 稍微大一点的场期 在前面 分工上面我们已经说过 那么下面我们在演练中 再进行讲解 好 下面让我们四位运动员进行演示 现在在我这半边的场地 两位穿白色衣服的运动员 是练习防守 从揭发球开始 调 对方调球 防守没成功 放完 再挑 还是防守 调起来 调斜线 抽 推 好的 这可以转路进攻的 调球 进攻中路 上位 好的 守住了 调起来 从前面这个球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防守 有一个特点 只要在往前抢到位置 虽然是防守动作 但是他的球路就是 一直在用斜线 用对角球 斜线球 来调动进攻方的位置 造成他们进攻的失误 造成他们进攻的失误 这是一种方法 下面我们再看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还是斜线 还是斜线 斜线 冲完 分球 还是斜线 走 好的 前面这个球呢 不停的用斜线 控制 对方的进攻方的后场 不给进攻方的前半场 控球的机会 然后利用对方移动 稍微速度降低 质量不够的情况下 出现了 平球 进入箱尺 再通过抽档技术 身体往前推压 让球 有利于本方 从防守转入进攻 最后出现 前半场联系 抽档封压 进而从防守 转入进攻 把进攻方 置于死地 这一段的防守练习中 出现了两种 防守转入进攻的情况 一 是造成对方的 移动中失误 后场 二 是通过 调动对方的 两点后场 寻找机会 由防守 进入箱尺阶段 再进入 防守转攻的阶段 通过抽档 平压 在前半场 把对方的球 扑死 那么我认为 这两种 防守转入进攻的方法 是成功的 好 今天防守的练习 就简单介绍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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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